大家好,我是张三 我现在在沈阳南湖公园 这里有很多沈阳人的童年记忆有关 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母子琴广场 中间有个花坛 花坛里有一尊雕塑 雕塑的名字就叫母子琴 有一位母亲 还有一个孩子 这个公园有点像上海和成都的人民公园 有香青角 母子琴广场就是香青角 可惜我今天没来对 今天没有人相亲 相亲活动只在周末举行 今天是星期二 据说这个地方周末特别热了 这些大数上都会踢满征魂广告 我旁边有一张 我看一下条件 这不是对对方提的条件 他是说自己 这个男的73年的 名校毕业的剑桥大学的博士 在深圳工作 月收入七万以上 他走后要求三十岁左右 能去深圳 这是个健身场所 有很多老年人 这棵树上还有一招 跟刚才那个一模一样的 同一个人踢的 其他没有了 过了香青角是儿童游乐场 南湖公园里儿童游乐场的项目很多 现在多达六十多种 碰碰车 他们是一家三口 玩得很开心 不打搅他们了 碰碰车的旁边是过山车 现在没有人玩 当年小朋友们喜欢来南湖公园 主要就是为了玩儿童游乐场的项目 因为在那个年代 这里的游乐场 它在沈阳市里算是建的比较早的 而且项目也多 也全 既然叫南湖公园 那公园里肯定有湖 这个湖好大 南北向的长 也挺宽的 湖里有很多船只 那是一个码头 坐船的人不多 对面也是一个码头 有一条运河经过这里 这就是运河的水 南运河 看一下周边 一些高楼 我现在是在一座桥上 来看桥的另一侧 这边也可以坐船的 前方有些家长带着孩子 穿伤了 南湖公园离东北大学很近啊 前面就是东北大学 过桥 过了桥 还有儿童游乐场的项目 应该说儿童游乐场的项目 主要就分布在这边 刚才在桥的那头 我只看见两个项目 我旁边这个叫鸡牛涌进 没有人玩 有点像过山车 旁边又是碰碰车 湖边这个叫高空飞翔 有些游客已经坐上去了 大铃了 要开了 开始上升了 越来越高 既往上升 又开始转 转得不快 这个不怎么刺激 我以前玩过 玩过类似的 中间那根方的柱子挺高的 又在尖叫的 开始下降了 每一次应该是三分钟左右 有个摩天轮 摩天轮好高 感觉比后面的房子还要高 是经过改造后的 里面装了空调 下面这个也挺好玩的 有点像走钢丝 其实不是 轨道挺宽的 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孩子 妈妈在下面 有小火车开过来了 房谷火车 哇 好好看啊 就一个家长带着孩子玩 后面的都是空的 旋风骑士 感觉是海盗船和大摆锤的集合 哇 好刺激啊 一直在转 要是我早就被转晕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摆锤 上座率很低 游乐场的中间有个十二生肖乐园 虎 小兔子 今年就熟吐 他在倒要吗 经济独立 这个小猪猪太萌了 油钱鼠 三氧开泰 这个家伙我最怕 拍的时候我都不怎么敢看 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龙 刚才那个是小龙 哇河上还有这种项目 有点像山区的溜索 下面是钢丝 一直这样滑 看一下湖水 好清澈啊 真的是清澈见底 可以看清湖底有些什么 主要是青台 拍下来不一定看得见啊 往北看 那有座桥 把镜头拉近一点 好漂亮啊 叫沃波桥 它的命名应该是 与一篇课文有关吧 杜牧的欧帆功夫 里面有一句 长桥沃波未云河龙 沃波桥的形状 还真有点像波浪 有三个波幅 我过去走一走 看他们划船穿过沃波桥 我要是带着女朋友来 也可以划船 一个人很无聊 只能看 到沃波桥了 桥上是铺木桥的 木栏杆 还有些梯子 这个应该是钢的 没错 从金属罩栏看出去 看能看到老儿 哇一堆高楼 垃圾一点 有一个楼的楼顶上有字 能够看清楚 圣经医院 中医到附属医院 那个地方我熟悉 毕竟在旁边住过好几个晚上 再往细一点点 从这两部分高楼的缝隙当中看出去 可以看到一个外墙是玻璃木墙的楼 那个楼其实挺高的 比近处的这些都要高 只是因为视角的原因 感觉比这些楼矮得多 那个楼我也熟悉啊 华强商业金融中心 公园旁边这几个楼上有字 看得很清楚吧 东北大学 应该是东北大学的家属楼 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鱼越河乡 看一下那块匾额 繁体字啊 刚才我都念出来了 这是一个园林 江南园林 公园当中的园林 园中园 南湖公园里有好几个江南园林啊 这只是其中一个 但这个比较典型 江南园林也就是有小桥流水人家 亭台楼河 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堵墙上有很多花窗 爬山火 遇到一个池子 形状有点像八卦镇 中间有很多钩子 隔成小块小块的 几乎都装了水 但是也没种啥 那个里面有碎莲 其他的几乎啥也没有 这里面植被不错 种植了很多名贵的植物 矮的这些是牡丹 高的那棵是黑松 也不算特别高 这是一个长廊 上面的同本植物的叶子都红了 又黄的 好漂亮啊 东北的秋天的景色 今儿有一片狼桥 规模挺大 屋顶挺好看 盖红瓦的 中间是双重屋檐的 下面是一片池子 池子也不小 有很多荷叶 这个荷花是什么品种 荷叶蛮小 但又不是碎莲 因为碎莲的叶子是平的 梯在水面上那种 中间有个雕塑 是一条鱼 红鱼 下面有荷叶 还有年地 从这里穿过去 前面还有风景 感觉有一个亭子 哇 湖到这边来了 湖中有一些石头的桌子 还有单顶后的雕塑 走过这个月美 看一下亭子 没错 是个亭子 圆顶的 哇 长浪一直延伸到这边 过来这堵墙好漂亮啊 方庭银绿 那有道圆门 门口有个台子 下面也是池子 洞天 这里是个洞 可以穿过去 到另一片区域 很短 沙河上 有一些彩绘啊 孙大圣 很短 洞很短 有个水池 这里面好像是养鱼的 没错 这些鲸鱼 这个是亭台楼沟当中的什么 应该不是亭子 继续往北 有一道门 看到一些石梯 是一座角山 角山上有亭子 看到亭子的柱子了 走上去吧 反正挺近的 来到甲山顶上了 就这个亭子 双重屋檐盖绿瓦的 旁边有个连能可以下去 走一走 今天总体的说人都不多 偶尔看见一两位 拍得很好吧 我也别了 这个长廊也是个景点 叫布云廊 湖里这个建筑应该叫轩吧 它的基础在水里 至少是三面环水 没有门 就一些柱子 空气可以任意流过 屋顶盖绿瓦的 对不起 这个建筑叫轩 偶像轩 白色的那个地方是个什么门 很有艺术感的 挺漂亮 往北看 那个建筑我刚才说过 华强商业金融中心 刚才是站在卧波桥那个地方看的 从高路的风隙当中看 在这看它又要高一点 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这条道路 它是景区的主干道 双车道的柏油路 这里面是不准机动车进来的 就是景区的车 当然骑自行车也可以 严格都说它是电瓶车也不可以的 这条道路叫柳堤 两旁种植了很多汗柳 就柳树 看一下 这里有个景点 叫柳堤踏春 当然现在不是春天了 秋天了 虽然是秋天 但是柳树的叶子还没掉光 甚至没掉多少 这个景点叫应悦湖 南湖公园里不驱湖 不驱水 走进来看一下 两侧都有湖 这是一个湖 湖中有站道 另侧也是 而且这一侧的湖当中有个岛 湖心岛 这就是一个湖 不是两个 下面连起来的 应悦湖 晚上看吗 把月亮印在水里 现在是黄昏啊 看到太阳了吧 太阳印在水里 这时候应该叫应日湖 往北看 那里有座桥 是公路桥 可以看到汽车在上面跑 那里是和平路 南湖公园北面的和平路就结束了 但是过了这座桥 还有一个公园 这个水系还没结束啊 那里的湖当中有个岛 我刚才看在施工 还没弄好 有一个人 是 是 我响 是 不是 我响 是